刚刚在上个月完成收购推特的全球首富马斯克 星期一透过视讯方式 出现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商业论坛上 连线前电力突然中断 马斯克只好点了蜡烛 在烛光下向遇会者发言 他还借由漆黑的场景说自己最近很忙碌 就像蜡烛两头烧 这位推特新老板也提到 推特需要改革运作模式 包括允许内容创作者更自由地制作更长的视频 但他并没有提到会不会裁掉数千名推特员工等等争议性举措 除了推特 马斯克也提到外星人火箭旅游等等 也表示如果能够探索银河系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